在衣服上写的那样,中国足球从未感觉这么好。 中国足球还从来没有给过热爱他的人这样的快乐和骄傲。 中国队要去世界杯了,这是我们的第一次。 这是沉浸在胜利里的人们,幸福像一块红布遮住了他们的脸。 这是中国足球扬眉吐气的一天,在这个可以实现但无法准备的现场, 开赛前抱着要亲眼看看范志毅表现的李璇,终于看到了他积蓄已久的眼泪。 范志毅他确实是97年的时候,他那个仰天长叹的那个样子嘛。 这两个形象,两种感觉就当时在我的脑海里形成很鲜明的那种对比。 确实觉得中国人看足球幸福太少了,中国踢足球的人。 也是幸福很少,很少有这种机会,我能让他释放一下。 那一次的时候,他其实仰天长叹也好,还是怎么样也好, 还没有那样当中的哭过嘛。 他那么一个爱哭的人,终于找到机会了。 为庆祝中国足球出现的号外,已经提前准备到位,这是队员们庆祝胜利最好的道具。 打开车灯,中国队踏上了归途,踏上了通往2002寒日世界队的路。 时隔几个小时,时隔一场胜利,释放了重压的鱼根尾,可以找到平衡了。 开车的赵师傅也已经兴奋地,忘了紧张了。 往车上爬啊,呼啊,就恨不得叫球员下来,你也不敢停啊,就明明都是拍车,拍啊,球迷都很兴奋啊,拿手拍拍车啊,这都很正常,都能理解。 我记得好像是金老说一句话,说把车灯都打开,向球迷呼回手,就表达一下谢意嘛。 把车灯打开,向欢呼的球迷表示谢意,车窗外是隐隐说说的光影,这一路是车上的足球队员们最享受的风景。 当时好像都在游行,好像那个人群就好像排成,整个好像那一,我记不清什么路了,整个那条马路上都挤满了球迷。 然后那个摁着喇叭都在车上的,有坐在汽车上的,有骑摩托的,就高举的国企业,从那手摇的国企业,然后欢呼呀,从那喊口号什么的,都感到就是一片沸腾。 在无理合体育场附近,一百多名环卫工人也紧早早上班了,这个数量是平时的十倍,董洪涛就是其中的一员,他在打扫欢乐,他也被欢乐包围着。 在比赛之前,真的有摆摊卖国旗的,他说一块钱一个,一听说赢了以后,什么钱不钱呢,每个人发一个,不管老少,完了都开始摇啊,那真的老人孩子,都说中国队赢了,赢了,就是那种感觉,从心里往外那种激动。 哎,这多少年就没有叛到,像一种解放的感觉似的,我终于赢了,就这种,嗯。 那喝酒的出来,那都不喝了,那都出钱都加入到游行的队伍当中了,拿着酒瓶子喊的,嗯,是那个老板有的开会儿,就请客喝,大家,胜利了。 打开领车 五血红心我为你的自豪,为您欢呼 我为你的自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